就是要問一把菜多少錢 颱風天前夕最怕菜價暴漲 菜市場一早就湧現搶菜人潮 下雨很大跟那個風 我滿擔心的 每次颱風一定會漲價 這個是必然的 頂著艷陽高照 遮陽傘卻迎風飄陽 本國人外國人一起買菜 菜販也拼命準備提供新鮮貨源 但客人一個接著一個 幾乎要忙不過來 明天後天的菜就可能會 沒辦法見人 兩層 因為這裡有明顯有比較變好 就差不多兩到三層 搶菜不只傳統市場 連各大超商通路 貨架都一一被掃空 泡麵零食等等 差一步就被買光 畢竟颱風如果真的登陸 民眾也不想出門了 上班族和學生更期待的是 各縣市可以放颱風架 尤其北北基陶宜蘭 機率不小 上班好累 但很希望 像每天早上起來都颱風起來 是希望可以放 因為我有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在家會比較安心 如果有可以颱風架 然後風雨不會太強的話 看定有差不多 看定 上班時間會縮短 所以我其實還是很期待放颱風架 氣象署提供各縣市 120小時颱風清洗率 桃園新北基隆 北市宜蘭一度達到99% 極有可能放颱風架 鄰近的新竹縣市和花蓮縣 也達到97% 依規定颱風架指颱風來臨前要達到一定風雨 再由地方政府決定是否休假 況且不只北部東部 全台都可能受到暴風圈威脅 七級暴風圈目前看起來其實大致上也幾乎涵蓋我們全台灣 除了在這個屏東 屏東大概可能是在暴風圈的邊緣 所以其他的地方應該都是在七級暴風圈的一個範圍 專家提醒海米颱風威力幾乎影響全台 建議民眾利用時間提前準備 但恐怕颱風架放或不放 更是大部分民眾所關心 就盼地方政府早點給答案 你是新聞理程林大維台北報導 海裡